今天的行程很简单 去到长康邨的巴士站 走过对面马路配水库 沿着这条 行伸径到这里 一只香 两只香 三只香 沿着路到这里 走回来 来这位置就下一个清西路 清衣西路 接着这条 清衣自然径 上214这个 去完停 去完角落头 回回回 完成就下回长康邨那里 乘搭巴士走 那我们在这里开始了 在他们说就走过对面 那个水务署那条路上 这个是游乐场 好像没有东西玩 那这里我想走两三个钟 两个钟应该搞定了 哇 今天都很轻松的行程 而且都第一次来清衣行山 这里的交通都挺方便 不过来都 即是不是太远了 这些巴士有密 哇 除了刚才巴士站的公厨 这里也有个厕所 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有东西买 喝东西买 应该这里了 刚才说的 这些东西 有东西买 这个不是会是其中一支香啊 高度50 应该不是 二百多米 有个鲸鱼座 有个鲸鱼座 鲸鱼座 好 Let's go 这些鲸鱼座 就有点便落 那再走回这里 接回那条 清衣自然 径 打烊了 不好意思 走回这边 应该继续上 还是 难道我走错了 稍后再检查地图 一支 两支 三支 这里 清衣西路 转头就在这里落下 再接上那条 清衣什么什么 自然劲 那我现在继续走上山 好 好 好 那么 第一支香了 好 第一支香了 有点高 下来 这边小心点 好 拿回一支水了 这支水很容易脱的 我的袋子很浅 好 障碍物 障碍物 障碍物灯标 看前面 好像不太高 好像不太高 不要緊 高度215米 我的錶 嘩 這裡多漂亮 不過今天看到很多煙霞 應該是最後這一堆吧 不過今天都很涼爽 而且陰天沒有太陽 都不至於太辛苦 此路徑為政府設施 維修人員專用 多謝合作 障礙物燈標 啊 到了 啊 還挺適合的 好 到了 景觀就是這樣 360度 是甚麼都看不到的 可是攀上來的時候 又是 掉了一支水 所以我的袋好型 就算是拿一個教訓 這邊照片應該比較好 好 沿著 過了那個標區柱之後 沿著向南 那邊廣島 那就來到這裡了 那這個前面還有一條路 可以駁到下面 跌到下面 繞過這裡 就去那個美景花園那邊 那邊 不過那條路比較斜的 那些人說都是 所以你們走不走這條路 你們最好上網看一看人的影片 那因為我一會兒要走那邊 所以就不會在這邊下 這裡確實是挺好的影 不過今天太忙了 有人燒壇 在這裡 又落又上 因為它三座山 好像三個山峰一樣 變了中間又要落回 又要再上回 好 回來了 好 到這個青衣西路的路 好 那我們落回去 看看對面走的山都可以見到 矮的那些變少少 稍後再上一兩個風 不過就慢慢上都可以的 因為現在都是 14點18分 即是大巴士行走 那沒什麼搞的 難得來青衣走一走 這條就是青衣西路 這條就是青衣西路 在我們的左邊 不過要過馬路先 可能要用天橋 可能要用天橋 應該在那個位置 好 那我們用天橋過馬路先 在前面也過了 會不會很危險呢 好 上了這個青衣自然徑 好 上了這個青衣自然徑 現在25米高度 Let's go 好 照這樣走 去到3號 轉回來這條 原來在這兒走 北面入口走 好 現在是南面 挺好水的 這裡上了 1 2 3 沿途也有幾多這些椅子可以坐 前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住在青衣 我相信這條交流境都 挺好走 挺方便你們走 有垃圾桶 不過個人建議你們都沒有用 因為都是有個人 要背些垃圾下山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自己帶回垃圾下去 下面才扔 1 4 5 不知道有沒有名字 這個 360度 對面大帽山 可能已經上到頂了 我一直標1 4 5 即是走了120米 下回一點 對面又走回到對面那邊 不過感覺上這裡和對面應該是一樣高 見到有兩個停 那我走多一會兒才能在其中一個頂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飲餐區 應該是最後了 應該到了頂了 4號 3號 好 到了 360度 好 來到3號 沒有什麼景觀 還來過北面的入口 還有400米 總括來說 這條青衣自然徑 都很適合 真的 寶寶都可以走 真的 還有距離又不是很遠 也挺 挺舒服的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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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